香港人對豬肉的消耗或者對豬肉的損購比較多 因為牛不是經常吃的 但豬基本上餐餐都要用得到 如果你的品質不好 對身體更加損害會更多 其實我們想做一個比較復古的味道 或者豬比較原油的味道 就不會現在有古靈精怪 豬的鬚味和鴨味 豬吃起來比較回甘 肉比較實 咬起來裡面的水份會比較多 肉汁會比較多 如果講研究 我們研究了十幾年了 其實我們是英國公司 治療廠在越南 我們收集全世界不同的海藻在越南生產 然後運到世界不同的國家 給不同的動物使用 真正在香港試是兩三年前 自己找到農場配合 然後養了特別配方的豬 我們的治療主要是豆樸、粟米 最特別是我們用海藻 添加海藻 提高豬的免疫能力 不需要用古靈精怪藥 或者化學品 令豬出來健康、乾淨 和綠色一點 現在我每個月大概可以出到六十幾隻 只是供應給我自己的店 我們每天大概屠宰一至兩隻豬 因為我從歐洲回來 我覺得歐洲的保溫方式 比較容易令肉質保持到優質 和容易氧化 一來熱力有餘溫在中心裡 一來熱力會將肉質變酸 我們盡量擴下排酸的功用 二來在恆溫櫃裏 一來細菌是難滋生 因為恆溫櫃是零至四度 第二可以令肉質不容易氧化 即是它的氧化時間會變長 令肉質或肉味更加濃 因為有時候包著肉 它焗到 一焗到肉會容易出水或起散 我們用紙包它散而散得快 不會焗到肉 因為肉是新鮮肉 不是急凍肉、不是冰鮮肉 所以它還有余溫在肉身裡 因為我們外面買的梅頭 它們都是切袋一塊一塊 我們切袋是一片片 好像豬扒一樣 所以它的用途會比較廣 另外有些排骨 我們會袖回來 有些人用來蒸或焗 我們都可以袖回來 我盡量把它機械化 令員工容易處理 又容易衛生 更多一點 第一刀我們通常外面叫做鶯膏肉 它就比較脆口 比較肉味重 要來怎樣煮都可以 我們叫做八搭肉 另外就有一個叫前面肉 前面肉就是西絲骨旁邊 起出來的肉 那隻肉就會爽脆 容易煮 可能我們會幫你處理切肚片 你回去的時候只會這樣煮 就好 而且它不容易煮得太老 即是滿人身 五花腩 我們五花腩 如果客戶試了 就會有這麼多 因為有些皮和油 我們的油是彈牙的油 即是不會卸掉 肉質就不會有些粗糙 比較滑 因為禮拜六日 比較外國的朋友 客戶比較多 我們會特定做一些 做一些烘烤 或者做一些 Cutting 做給外國的朋友 因為它不是中式的煮法 所以我們會準備好 放在這裡給他們 經常禮拜六日 就會做試食 我們通常用白滾水 灼給街坊吃 希望他們可以試到 豬的原汁原味 這裡 我今天會做 brace 這 paperwork 兩個agi 還給按摩 水 cancelled différent 我們可以啊 yacht